大家好 我是茂迪七的老顽童赵松达 今年呢我这个地里这个果树啊 不知道会有什么收成啊 我看除了这个菠萝蜜 还有那个 这个啊 这边这个菠萝 这个被草给盖起来刚才 我把这个菠萝里面这个草给拉一拉 然后呢就剩下这个红毛丹了 这个红毛丹怎么它会长长的就出着这样的 能不能有什么收获也不知道了 不懂得而且现在我也劳动也做不了了啊 做一点就累啊 没有办法 看着很容易的一点事情 做起来就累得不得了 也没有力气 所以这个过去啊我们家乡那些老人 他有一句话说人老不以筋骨为能 你看这些 你看这些 这些 那什么原因 他会 这样也不知道啊 这样不断的 就出这样的啊 最后能够剩下多少 还真难说 这个红毛丹 等它成熟那会看上去也是很漂亮啊 哎呀 这会妈还说不好 不知道会 最后会能剩下几个 会能有什么收获不知道 今天我这个 芒果 大概就是这里 这里剩下来的这两个了 啊 其他那些 都被刮到风 刮到都掉了 都没有了 啊 那边的也都是一样 哎 这个地里的草总算长起来了 那也发愁 你灭草吧 水土流失 你不灭 这个草野确实是个大麻烦 而且现在我也坐不动 我没有办法 嗯 哦 嗯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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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菠萝呢有些是快要成熟了 那颗那颗是这个木瓜啊 这个木瓜能不能呈气候也不知道 栽的时间这么久 按理说木瓜长得很快 这会儿都应该挂果了 可它现在才这么大 只有 只有我上面那个 那个波罗蜜树倒是长得太多了 其他的都今年其他的树都不会有收成了 换它了就是这样 本来也不是为了收成栽的这些树 凭它们自己去长吧 今天来地里把这个草拔一拔 因为这个草拔波罗蜜都会 拔不这个波罗呀 不是波罗蜜啊 波罗蜜是打树它盖不住 这个波罗那就都被草给淹住了 盖起来了 所以说只好来把它拔一拔 好吧 今天来地里也就是给大家拔一拔 顺便拔一拔吧 那边又有新房子盖起来了 这边 我们这里的小村子已经基本形成了 我家的上面 这个上面还有三家呢 这边一家 那边有两家 以后 我这里问题是 现在不想盖房子 一个是这个路还不好 这个路一到下雨天 就很滑 很难走 一个是这个水电不能解决 暂时还不能动 而且经济不方便 所以呢 其实说来说去主要还是在经济上 经济要是方便的话 什么都好解决 好吧 就给大家拍一个 看一看 我们北方的人也许没见过 就跟您见见吧 好 再见